鼻音越来越丑 没办法养了 不是很有特色 那蜥蜴人的名词你都能听说过吗 听过 这两张照片就是蜥蜴人的照片 其实这两张照片是真正的蜥蜴人的第一张照片 但是照片中的蜥蜴人不是真的 而是一个标本模型 它是由一个天才考古学家戴尔拉塞尔制作的 蜥蜴人标本模型 各种都市传说和阴谋论中的蜥蜴人天龙人 真的存在吗 还是他们真的是外星人 还今天我们就来讲一讲蜥蜴人存在的证据 大家好 我是老克 一个永远分不清前后必因的up主 旁边是杨了的小仙 还没转阴的小仙 对呀 我们智人出现距今不够有30万年的时间而已 而人类目前的工业文明 不过最近300年才兴起的 也就是说人类用30万年就从原始社会发展到了今天的现代工业社会 从手握棍棒打猎 到发展到了今天吹着空调刷手机了 而我说一个恐怖的数据 恐龙在地球上存在了至少1亿7千万年 你有没有发现一个奇怪的地方 恐龙存在的时长是人类存在时长的500倍 那为什么恐龙就没有像人类一样进化出工业文明呢 其实提出这个问题的不是我们 是一个非常天才的古生物学家 早在40年前就有相同的问题了 这个人就是戴尔拉塞尔 戴尔拉塞尔是20世纪最伟大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他是第一个提出彗星撞击导致恐龙灭绝的古生物学家之一 所以他其实在古生物学家 这个古生物圈 这个圈子里面非常非常有名的 也非常权威的 但其实可能大家不知道 戴尔拉塞尔这位天才的古生物学家 真正出名的是蜥蜴人理论的雏形 是他提出来的 对 他提出了大爆炸 彗星撞地球 消灭了恐龙 灭绝了恐龙 对 然后他也同时提出了蜥蜴人 对 他怎么提出来呢 这事从1969年开始说起来 1969年那一年 拉塞尔分析了一具新发现的伤齿龙骨架 这种伤齿龙骨架 其实早在20世纪20年代就发现过了 但这一次他分析的这一句是非常特殊的 因为保存非常完整 是出奇的完整的一句 在此过程中 拉塞尔就发现一个惊人的现象 这头伤齿龙的脑枪 比其他恐龙的脑枪要大得多 甚至比他之前分析的一些伤齿龙骨架 虽然不完整 但是也能看出来 这个龙的脑枪要比之前的那些脑枪要大 拉塞尔估计他的大脑体积 可能是现在短吻额大脑体质的七倍 这就表明了 这只山丑的智力可能远远超出了以前恐龙的智力 也超出了我们人类对恐龙智力的一个理解 这就让拉塞尔开始思考 如果恐龙在6500万年前没有灭绝会怎么样 他会不会继续进化出文明呢 这个时候拉塞尔突然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恐龙其实存在的时间比人类缠得多 那他们可能是不是已经进化出了文明呢 拉塞尔研究这个想法很长很长时间 从1969年到1982年这一段时间 他都在研究这个想法 到1982年他就向全世界介绍了他著名的恐龙思想实验 在实验中拉塞尔想象这种山齿龙 进化成了一种两足直立的类人生物 就是我们刚才看到那张照片了 对就是西人 他想象他们发展成那种类人生物 有一个大脑袋 大大的大脑袋 直立行走 眼睛可以朝前看 两只手都是三个手指头 而不是我们现在的五个手指头 用三个手指头来操作工具 拉塞尔就把它称为恐龙人 这就是我们现在所理解的西人的这个理论的雏形了 他委托模型制作人员 制作了一个真人大小的恐龙模型 就诞生了这张都市传说中非常出名的照片 和这个非常出名的造型 就是刚才那两张了 这个实验在科学界和流行文化中引起了渲染大波 很多人突然开始意识到 这种进化是真的可能存在的 虽然恐龙已经灭绝了6500万年了 但是在此之前 它们在地球上存在了1.7亿年 人类在过去的30万年里 就能从树上发展到坦在空调房里用iPhone 那么恐龙的历史 大约是我们人类存在的历史的500倍之久 那为什么不能发展出文明呢 但是如果恐龙真的进化出了文明 那么我们为什么又没有找到任何痕迹呢 其实古生物学家早就给出了一个完美的答案 只是我们不太熟这个答案而已 因为我们在追寻这个问题的答案中 遇到了一个完美的墙 就是世界 举个例子来说 因为我们现在工业文明的产物做参照物 我们现在的所有造物 那些有希望在未来几千年几万年还存在的东西 比如说我们觉得可能会存在很久的东西 高楼 轮船 飞机这些东西 只要三万年时间左右 大自然就会把它们完全分解掉 实际上我们现在的产物中 能够保存最久的是啥呢 核废料 核废料 对 就核废料它可能有几千年 几百万年开启的 但就算是核废料 也就几百万年到几千万年而已 你想想 恐龙是据我们已经有6500万年的历史了 即使它有留下很多痕迹 也已经是啥都不剩了 很难很难找到了 我们有时候会说 我们不是在地球上找到过恐龙的化石吗 这些化石我们找到了 为什么不能证明它们有文明呢 其实说实话 我们人类在地球上找到的恐龙化石 总共就是完整的不完整的 全部算在一块 也不过就几千句而已 非常少 对 非常少 关于证明史前文明 甚至是恐龙文明 会不会存在这件事情 也不是铁板一块 任何文明在地球上的存在 都不可能是真的一点痕迹都没有 关于找这个史前文明 甚至恐龙文明 西人文明这件事情的突破口 其实是有的 它来自于两位天体物理学家 很奇怪吧 为什么是两个天体物理学家 提出了这个东西 不是考古学家和生物学家 不是 是两个天体物理学家 亚丹斯·弗兰克和加文·施米特 这两个人都是NASA的天体物理学家 宇宙的尽头是神学 两个人在2018年的时候 在国际天体物理学杂志上发表了一篇论文 论文里详细的列出了地球过去曾经存在先进工业文明的各种证据 他们称自己的理论为滞留纪假说 在论文中 弗兰克·史密斯 类比了我们现在的工业文明 就是看如果现在人来灭绝了 就是现在人来就灭绝了 有什么样的痕迹留在地球上 来反推地球上上古时间 以前是不是有可能存在过大型的工业文明 我们如果有 我们应该如何去认识 如何去调查这些文明呢 首先弗兰克和史密斯考虑到了 现在养活地球上近80亿人口所需的农业类型 为生产这么庞大规模的食物 我们的工业文明首先发明了人工固蛋的方法 就是以创造出生物上有用的产品 这些产品被称为化肥 我们在农业上大规模使用的化肥 其实已经在改变了地球 但以一种沉积物的形式出现在地表成分中 弗兰克·史密斯认为 如果过去地球的弹流动变化有类似的奇怪的证据 那就是突然之间空气中的弹减少 突然中的弹含量增加这种类似的证据 那这个就有可能是先进工业文明存在的证据了 接下来就是刚才我们论述的是塑料 对 而且就是也有科学家预测 人造物 所有人造物当中存在最久的是塑料 对 可能就是我们这代人 人类灭绝了之后 或者是搬迁了之后 后面的人类再进化过来 或者再成长起来之后 发现我们这代人类唯一的痕迹就是塑料分子 是 就是塑料 塑料这种东西其实现在已经证实是几乎完全无法讲解的 在过去的75年里面 人类一直在向海洋中倾倒大量的塑料 现在即使在马里亚纳海沟底部都会看到塑料的身影 随着时间的推移 这些塑料会被风 太阳和海外碾碎并侵蚀 形成非常微小的塑料颗粒 最终沉入海底或者地层的某一层里面 研究表明在不到一个世纪的时间里面 这些塑料 海洋 垃圾在沿海地区 海盆地带和地球上的陆地岩石层 甚至北极的海船上都形成了一层的成绩物 如果我们发现埋在海底下有类似的东西 就可能表明过去有一个先进的文明了 在未来可能人类已经离开地球了 后来的人可能看到这一层也能大概思想到说 是不是曾经有一个文明制造了这么一些东西 那我觉得这有一个前提 什么 这个前提其实史米特和弗兰克已经考虑到了 这些东西会不会被后来的文明认为 这些东西原本就该存在 这样一个问题 不好理解 我举个例子 石油现在被我们称为工业的血液 对吧 但是我们到目前为止也不知道石油是如何能产生的 我们弄不明白大部分石油什么海日传说我们掩埋说恐龙说都是猜测 没有弄明白石油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那如果石油其实就是前一个文明产生的一种无法间接的排泄物或者废物 现在被我们这个文明当成燃料了 是不是我们的塑料会不会成为下一个文明 这些燃料 他们认为这些东西他们也说不清楚这些东西到底怎么产生在地球上的 但是他们就是能用它 就有一个类似的情况出现 对不对 后的文明并不认为这个东西是前一个文明留下的遗物 而是自然产物 觉得它是个自然产物 还有一种情况 其实还有一种情况就更可怕 就是说 这些东西只代表人类所点的科技术道路 如果过去出现了另一个先进的文明 他们没按照现在人类的科技道路发展 那这些证据都不会产生 对吧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了什么呢 发展了科学 但是恐龙发展的是魔法能量 对不对 意念能量 那我们就不可能在地球上找到类似的这种证据了 这些猜测都成空的了 那么哈利波特魔法恐龙就诞生了 弗兰克和史米特还是找到了一种决定性的 让他们验证滞留纪假说的证据 这个证据是这样 他们首先想到一个问题 就是 无论是工业文明还是什么文明 他们首要做一件事情是为自己提供能源 对吧 自18世纪中期以来 人类通过燃烧化石燃料来为我们的文明提供能源 对吧 这燃烧化石燃料这个动作就对地球产生了重大影响 当化石燃料燃烧的时候就对地球上大气海洋土壤中的碳12和碳13的比例产生了影响 人类对化石燃料的使用已经极大的改变了现在地球的一个气候环境 这个就将在地球的地质记录中有所体现的 这是可以从地质中体现出来的 而且这个一定是不能做假的 也一定是能被后人看到的地球碳比例如果在很久以前发生过类似的像今天人类这样的巨大变化 几十年的时间 对甚至是几万年的时间内发生这种巨大的变化 几万年 为什么说几万年 因为几十年的时间太短了 从地质记录上说没办法那么精确你懂我意思吗 这就可能表明是那个年代有一个类似人的文明存在过 他们在汲取地球上的这种化石燃料来燃烧当作能源产生了 但是他们突然意识到一个问题 一般我们认为如果过去存在过先进的工业文明 它持续时间越长 留下的足迹就越大 我们可以找到的潜在证据就越多 是不是这个道理 持续的时间越长 对它留下的证据就越多 我们找到的可能性就越大 是不是这个道理 也得是我们现在的意识形态内的证据 就是我们这个意识形态内的证据 就假如说就有一个类似于我们人类的这样的文明 出现在地球上来了 如果在这个前提条件下 那是不是它持续的时间越久 留下的足迹越大就会越大 那是不是我们找到的可能性越多 但其实不是这样 这个有点反禅时 其实反而是 如果这样一个工业文明 持续的时间越长 证据越少 证据反而越少 好我跟你讲为什么 我们想想看现在人类的处境是如何 我们工业化仅仅三百年的时间 我们无节制的燃烧化学蓝料 疯狂的排污 疯狂的砍伐地球上的森林 是不是已经导致我们现在的环境 已经发生了巨大变化了 很多人都提出 如果我们再不注意 去保护我们现在的环境 我们人类可能很快 也就会在这个地球上消失掉了 因为环境的巨变 因为污染 所以如果一个文明持续的时间越长 那么它的行为就必须变得越可持续性发展 它才能长时间的生存 这就意味着 这个先进的工业文明的足迹可能反而变成一种自现型的工业文明 这种工业文明的生存的时间越长 它就越能探索出一条和谐的和地球共存的发展方向 对不对 那它反而会越来越多的拆除那些不可逆的这种工业制品 比如说我们现在发展出塑料 这些塑料会对我们的环境产生巨大的影响 但是如果它想长期的生存 它就必须发展出一种可见解的 可以被自然吸收的 甚至可能被反复利用的这种工业制品 现在就在走这条路 是啊 其实我们也在走这条路 如果我们走的时间够长的话 我相信反而人类的工业文明会变成一种自现型的 和自然完美融合的这么一个工业文明 如果在这种情况下 人类可能离开地球也好 人类还是毁灭了也好 这样的工业文明留下的痕迹反而是越少了 对不对 这个逻辑才是对的 这个有点反常识 但其实这才是真正的 那也就是说 恐龙如果真的在一亿七千万年前时间里 发展出了一个非常高度文明的这么一个工业社会 那么我们反而越发不可能找到它的足迹 因为它已经以自然高度融合 对它已经可能跟自然高度融合了 它用的能源已经不是化石能源了 也不是砍伐树木 反而可能是核聚变 太阳能这些非常环保 非常有利于生态环境的这种能量了 带色球 对甚至说是可能比如说它产生那些工业制品 它会排污这些东西 它都能更完美的解决这些排污的问题 我们反而无法找到它的足迹 弗兰克勒斯米特最后就发现 整个质流际假说 有没有可能验证它们的这个假说的反而是只有一种 就只剩下地质气温变化 刚才说的那个 就在这篇污人文发表不久后 马上就由古地质学家站出来指出 弗兰克勒斯米特你们所说的这种潜在的证据真的存在 曾经在地球上就发生过一次 至少一次和现在地球上发生的气候变化非常相似的情况 它就是5500万年前被称为古兴式始兴式极热事件 从古兴式开始的2万年时间里面 地球的平均温度升高了5到8摄氏度 又用了将近20万年的时间温度降了回来 降到了我们之前的温度 这次极热事件研究表明就是由于二氧化碳的快速排放 导致的地球温度急剧增加 这个和我们现在经历的地球气温快速升高的情况 无论从形式和原因上来说都是一模一样的 这个时间点虽然离恐龙灭绝可能将近有一千万年的时间差了 但这个时间段会不会真的诞生了一个先进的文明 它就是恐龙的遗族诞生的文明 并且快速发展到了一个惊人的程度 还试图确保他们的生存 出现了一群开了质的恐龙人 钻到了地底 生存了下来成为了今天的地心蜥蜴人 而另一些则出现了像埃罗马斯克那样的逃亡派 一起逃了地球 为了对抗地球内部的保守派蜥蜴人 建立了月球局阵 成为了天龙人 也有可能 而且这个是古生物学家 古地质学家已经证明了有这么一段时间 无法解释说为什么出现二氧化碳大量的排放 但是我们如果真的把这个点发现 这个有个文明工业文明 它就是来自于恐龙人 解释的完美了 就是你会发现跟我们之前讲的地底人 戴森球 这有可能 全部串上了 目前公认地球上的人类文明可记录的追随到大概一万年前 最长就一万年了 在这段时间里面出现了一个始终如一的主题 跨越世界各地人类文化的联系一次又一次出现 什么呢 在神话和记录故事中出现了爬行类动物与人类互动的故事 哪都有这段故事 从古埃及和苏密尔的雕塑 到希腊和亚洲神话中的神 再到印度传说和古阿兹特克的文明 甚至是圣经亚丹和夏娃故事中的蛇 还有我们神话中的人参蛇尾的遭住 女娃 对 其实伏羲也是这样的 伏羲和女娃 伏羲和女娃都是人参蛇尾的走行 每一种文化都有自己和爬行类外星人的故事 如果这个滞留纪假说是真的 那么这些神话里面所有的故事 和爬虫类互动的所有故事都得到了解释 而且那个古星式始星式极者世界 也就得到了解释 我们现在人类社会中的很多的这种谜团 特别是古文明 古神话的谜团 都能得到充分的解释 如果智留纪假说是真的 那么这些神话也就变成了一个先进种族的记录 在人类之前 就存在于地球上 他们现在从东面中醒来 或者从太空返回地球 要来争夺地球的所属权了 有可能他们就是我们口中的造物主啊 对啊 他们把我们造出来了 对 对吧 然后还有很多什么像英国女王啊 那个艾龙马克 还有那个Facebook的 扎克伯格 扎克伯格 不都说他们是外界是西医人吗 对他们就用这种方式来控制人类嘛 对而且说欧美流行音乐圈的背后大佬 其实是光明会 大佬 大佬 然后他们是有很多的 就是有一些就是歌手 在无意中会透露出他们的某种宗教崇拜的倾向 这个宗教不是天主教或者基督教 是另外一些宗教崇拜的倾向 然后呢也有的歌手会提到说 会在他们的歌曲里面加入特定的旋律 这个旋律是可以控制人的思想的 甚至人的兴趣向 人的想法 人的审美 都可以控制 你这个比我这个还都市传说 真的会有歌手这么说 而且有的歌手说了之后 好像就死掉了 好吧 就不知道是不是 不该说这个话 如果你觉得我们的视频还不错的话 也请点赞收藏关注up主 这是对up主最大的鼓励哦